近日,英冠球队博明翰官方宣布,球队主教练鲁尼正式下课,这距离他上任接手仅仅三个月时间,15场比赛仅仅取得两场胜利,让博明翰从联赛第六跌至第二时,沦为宝基球队。 今年10月份,博明翰俱乐部签约三年半,当时球队处于联赛第六的位置,是一支有希望冲击升入下赛季英超资格的球队。 结果,博明翰上任之后,带领博明翰取得低迷的战绩,总共15轮比赛,仅仅取得两胜四平九负,收获10个积分。 积分榜排名也是跌至现在的第二时,沦为一支宝基球队,距离降级区只差6分。 这是博明翰球迷无法忍受的。 据统计,从鲁尼执教博明翰首场比赛到最后一场比赛期间,博明翰是英冠同期拿分最少,势力最多,是球最多的球队。 值得一提的是,最近一轮联赛,博明翰客场0比3惨败利兹联。 现场博明翰的球迷发出了鲁尼奥特的呼声,对这位英格兰传奇球星进行了怒喷。 战绩不佳,提前被冬架解雇。 鲁尼只能怪自己没有任何执教能力。 对此,邮报记者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。 鲁尼在错误时间赴约执教,他几乎注定要失败。 从一位受欢迎的教练手中接过率位,公开要求以某种方式踢球,并说着无所畏惧的废话。 鲁尼这次执教失败得很惨,不过这也要归咎于博明翰高层加里库克。 有些人就是学不会,其实,鲁尼此前前往美国大联盟执教华盛顿特区联队时,就因战绩不佳被解雇。 此后不得不英格兰足坛,便开始执掌了英贯敬旅博明翰。 如今仅仅不到三个月,鲁尼带队让博明翰从升级附加赛球队变为保级球队。 好,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,感谢大家收看。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,欢迎订阅转发,也可在下方留言评论,谢谢大家。